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一度的接下来好几天都是这个节目 立排的我们算是每年最精彩的时刻 一年每几次能坐在一起 今年大家就坐在一起 年末的时候就大家吹吹水 试试 各种争吵挺好的 不是吹水的 很认真的 你看分数什么都准备好了 今年严谨很多 这个分数牌是直接亮出来的 今年这个牌场也升级了 所以大家都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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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大年了 开始吧 来来来 第一台车 不知道游戏规则的 直接看着就懂了 哇 这个 这其实是我们年前该试的车 这个我没什么发言权 我刚好玩了一个 这个直接跟风打风行不行啊 我是不知道规矩怎么 直接亮分数 亮分到十分就评价这个车的一个表格 最好是10分 最好是10分 对 有评语就说 没评语就过 好 来开始 这个是S还是一样 看不出来的 简母分 简母分 亮亮亮亮亮亮 亮亮亮亮亮亮 原来是肯定是那个的啦 他没追求啊 你有没有键盘侠车你都没开过 你怎么资格啊 我所以就看你们的打风才打 因为像这种车 诶 同学位置看到我的打风是这个 对 没事的 没事的 好 随先说 林老师先吧 你先说 其实我们传统车评人 对这个新的S-Class的评价是两极化 老派的那些 就是希望奔车还是一种老传统的形式 去试人的这群人 因为就会 我气氛已经很高了 是不会高了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大家会看到七分已经是最高 对 因为 我们为什么给这个车那么高的一个分数呢 因为曾经有这个 舆论说是这种 传统车型会比新设计大趴 各方面的 从辅助驾驶 这种驾驶 新的这方面都会大趴 但是新的S-Class让我看到 原来他们发起力的时候 它的方向是跟那些是不一样的 它更讲究的是那种 不是冰冷的那种高科技 它要跟人是有沟通的 有感触的 就是它的人工智能是真的人工智能 不是人工智炸 是的 是的 它是像一个长者一样 明显就是没开过车的 在这个附和人家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们去总结一下袁老师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没开过都知道好的车才是真的好 我这三分就是扣它静音不好 就这么简单 我做这个后排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车不够安静 配什么胎的 20寸的 P0 那肯定了 P0配了任何一台车的胎照 都很好 静音杀手来的 它还有一个版本 配的是普利时通 也肯定安静不断冷却 我也是没开过这台车的 但是我觉得它 所以你就跟我了 所以我觉得它只要叫S-Class 多少分啊 10分 所以我觉得它只要叫S-Class 就不会错了 一定是满分的 它满分不是车开起来怎么样 不重要 最好是它叫这个名字 我就很想用用它 对对对 不如你们去看一下电脑 看一下加多少钱 20我看到了 加20等两个月 对啊 所以这就OK了吧 人家说这个车什么科技的样子 不好没事的 慢慢大家都会习惯它的 不用它就习惯 因为它是S-Class 对 所以它要是S-Class 不用说为什么 我其实画摆在这 我还是怕这个车 很多科技 再过三五年就过时了 就不是过时 就是满街都是了 那到时候它又靠什么呢 它没有那种硬件的设计感 去做装潢 就像上一代这样 这个设计是不会过时的 你看的设计就在那 它不会变的 其实现在这个车 全部是靠屏幕的 靠头上去的 看不见的东西 摸不着的 头上去只是看得见的东西 这种东西在过几年 所有车都有了之后 所以你没有被 这个车真正的去打动到 因为我是这个车 它不够安静啊 所以它没打动 对 但它底盘很好啊 它的那个 所以我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我到最后 我还去关注它 那个底盘发动机那些 我都其实说实话 不太清楚 发动机也不怪 因为这个是很 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升级的东西 很low的东西 没错 但是这个车 外面说的对 有一个观点是 这个我也认可 它上面那些硬件的 那个装备 有可能过两三年就不香了 其他人会有 但是 我给这个车的高分 不要说这个车 说不完了 你听我说完 它并不是说 具体的这个科技的问题 它是那种跟人的沟通 这个方式的问题 这个方式并不是那么容易学到 我想 下一步了 下一步的车 A3是吧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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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评分数 这只能云评 这个真的是云评 我还没开过这个车 没有人开过这个车 好可以了 来 这样啦 6分 他们还在纠结 你听到没有 我找不到的 哦 来 纠结吧 多少分啊 66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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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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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高八我觉得是简直是有些失望的 首先双离合以前说什么环境动力双离合确实大众调特别好 但高八的双离合我就调得一半半 会顿会抖 每天在我家那个珠江大桥附近就开这个车 突然会抖一下拉一下 之前的双离合都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它机械是退步 而且说数字化也不见得有多厉害 随便一个制度品牌的车机也打赢它 我给一个偏低的其实主要就是冲着它这个名字 是全新数字高 本来就觉得很奇怪一个这么传统的车什么数字高 这个就是我对它五分的这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就跟它 它是希望把这个车从它原来有一种普速的运向 它拉高一点像数字座仓也是他们提的 但是它达不到它传播的那种效果 它是有这个东西它只是屏幕管购 但没有说因为这个屏幕多了以后 无论是运输速度人机交互的这种体验感 它都达不上反而会有个什么缺点呢 你原来没那么多屏幕的时候 你有一些按钮我能感到有品质感 这个车的造工很好 但是你现在反而在造工那块你给不到我这种品质感 但屏幕又给不到我好感 是吧其他东西就两头不到案了 两头不到 其实我们已经在玩那种互联化和互联网的东西 但还是玩数字 我觉得还是前一个前一段 这车好像那个挡杆跟921是一样的 是是受保管 对对对 可以加分作用 我觉得这个车它内部最 它不合一种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大众的体系里面 已经不喜欢把这个研发精力放在燃油车 全盘去做这个电动化 所以其实汽油车的这个更新是很慢很慢的 我补一个数据 基本上就缝缝补补出来的这个D8弹 我补一个数据 欧洲卖的最多的电动车是GolfE 然后是ID3 这个是我看的欧洲的那个销售数据里面 所以这个高尔夫巴 你说它是末代药什么样也好 反正我是觉得它已经进化到头了 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 然后我再补一个数据 GolfE最便宜在国内卖的就是10万块 比欧洲贵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情况 下一步 来可以 C了吗 啊 大嘴巴 C 对付 这车是今年我花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部门 参加了它的试驾在北京 又跑到赛道 在这边又拿它刷了圈数 要给分吧 来 9 哇 这么高分的 你给多少 5分 那是因为 哦 我知道什么原因 我猜一下 你先说 因为我去经销商问的时候 这个车还要加价 还要等车 叫加价的 那加价就说明它定价有诚意啊 定的比实际诚意没低啊 我就是站在那种呢 我又不是很喜欢这个车 还要看到加价 我就不能接受 那你 我就 我就为大家觉得 不贫 抱不贫 为什么要加价呢 为什么加价呢 你有没有开过现在 我是没有开过的 所以我就猜你的一个原因 没有车在我面前 我都不开 因为我们不是很感兴趣 我开的多啊 这车 跑赛道就是一个宝马 应该有 应该说是一个宝马的 比较厉害的操控行车 应该有的表现 又能甩尾 又能很好的过弯 声音又很动听 我扣这个一分 其实是扣在它 不是那个脸 不是那个脸 其实是扣在它 太大的这车 我有一天在马路上 已经看到一个提的车了 哇 比我那个 我那天开了个什么车 哇 我看了个小鹏脾气还说 比小鹏脾气还大 很大的 那真正很大 很宽 很宽 对 4米7 4米8几 那很宽 我穿一部车 我觉得运动型车 不应该这么大 对 所以我扣它一分 这个样子倒没什么 对 这个车在赛车场 我也简单开了一下 真的是它所有的动作 就是一台宝马的叫好车 该有的样子 看起来好像很斯文 但是开起来 它那个动作 就车尾甩起来 真流畅 跟它飘移 的那个动作 这顺滑 真的就是 你不管它的外形变化怎么样 始终宝马的这个基因 还是有 嗯 我扣的两分 主要的原因 他们那些 他说的都对啊 唯一一个 呃 就是有点 观众讨说 八个 车头的设计这个大拳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看到 神车觉得这些车都很漂亮 但是你 车头 车都搞了那么多 后面是什么都没变的 什么都没变的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 是不是你在后面 也做出一些些变化 后面也挺紧的 猴夕嘛 后面那个很斯文 那种感觉 就有点前后设计员拖竭 你说优雅嘛 对 这个车头你说优雅嘛 绝对不可能是优雅 但是前后设计员拖竭 就是这个 你感觉 这个角度是有问题的 你看一部车的时候 你是不会这样蹲在它前面 去看它 你一定是站在它前面 有可能的 宝马路由的时候 你就这样蹲在那边看 因为没有路由 他就位置 宝马车主可能就这种效果了 他那个电视机 我就有感觉 说五分是很有道理 如果它是可以再做协调一点的话 那这个是很perfect的 这一盘 哇 怎么皮呢 这个 哇 看一下 这个很多维度的评分 哎 来了 这个 抓到了 哇 你这个 你这个挺大胆的 我会犯错误 我要问一下导演 能问一下他说话 非常想听听你的原因 来 我给你对着干 什么 哇 就听你们两个说 所以就从你们刚刚给我 对我的那种压力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跑偏了 这个车剥离了 评价他一个车的一个本质 这个事情 那我确实剥离了 我是很理性的 我完全是以这个车 这个级别这样去说 我给他试分的原因是 我认为这个车 无论是设计的语言 先不说好不好看 然后看照片 那是很牛掰的 嗯 从实车的事 我认认真 尝试试了它 包括内饰 外观 各方面的东西 我认为这个车有点用力过猛 它的这个躯壳 它的这个级别 它承受不了 这一套东西给到它的 但是它的品牌的承受 这种力度 我可以说到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一些基本的功夫 我看不到有进步 甚至在整体的本土品牌里面 它的隔音是说的不错的 但是在这个机械匹配 流畅方面 效率方面 这一块呢 我觉得这个车 也达不到这个级别 我觉得 目前只有袁老师 是认真仔细 长时间开过这个车 我只是在做这个车直播的时候 就在那个停车场上 我也开过 你开过 我开了半天以上 而且特意有安排 有安排道路 是场地的一些要装 3.0T 3.0T 我觉得体验是很好的 机械是明显 比之前的红旗有大进步 是吗 对 我今年试的是另一个认真试的红旗 是那个EHS9 但这个车我是觉得 因为它在HS9之前出来了 我给它10分 就是因为这个车 我觉得对红旗品牌来讲 简直就是一扫阴霾 成前起后一个车 就没有这个车这么厉害的 这种 亮相 亮相 就不会有后面的红旗 这个问题又来了 它好像从口碑 或者是从关注度的话 哗一下 好像完全屏 完全无论的终端的销量 我只知道这个车抖音的爆款 我每次拍这个车抖音 所以我给它联结 这个车在抖音车帮我 应该起码涨了有10万分 真的啊 我也去拍了 快个分啊 给10分 你看我上次做这个车直播 在抖音晚上做那个直播 一个是在线人数几万人 好厉害的 第二个是我们晚上做这个直播 晚上看那个车亮着灯 从那个展厅走出来 哇那个感觉 所以现场人都呆了 哇好有气场 所以它的品牌已经足够值8分 底分了 底分就8分了 对啊 我上 我为什么打这么高分 是因为我有一次在北京的四合院 看到这台H9 这台71系跟一台A8停在一起 气场完全是hold得住的 OK 过了 V160是吧 这个 V160啊 只能平衡像打分了这种车 来简简单单 我今天V160跟冯奇H9C一个分 不要找了 这样了 好吧 你开玩 随便打个分了 OK 分 雷了 5分 OK 就给他一个 呃 旅行车的情怀了 这车我开过不过通通 我没有找到 非得买这个车的那种理由 除非你是真的握握粉 没特点 那就可以了 这个车连在终端也不会放到竞销上卖的 都是厂家直销 因为他卖不动 所以厂家不压 这里没有真 我相信这个图片出现了 应该是导演 浩玲他自己的情怀 个人主观行为 这次感谢 主观行为 主生情怀 哇我真的主动不理 B90车 多多钱吃 没事 这次很朴素的 我觉得 两三四玉啊 小心人要说 我们来的日本车 来就这样了 赶快了 赶快了 来 七分了 哇 开不成呀 有没有这么好 好开啊 这个没有人 没有 轰的 这个有广告协议 看外边我想知道 怎么拿十分的它 喂 一个这样的车 又这么运动 又粗手动挡 又能改装 又不贵 又好开 静音又不错 操控又不错 空间又不错 又是大品牌 又有本田信仰 还想怎么样 叫我安 那看最低音的 怎么不服 我不服 我不服 是因为你说这个车 当然它可以改 可以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就有点太过誉了 因为这台车 毕竟只是一台 1.5T的一个私域 你再改 又能怎么样呢 我反倒是想用一个低分 给大家降降温 就不要过度的 去把这个车神话 它就是一台手动挡的 有点驾驶乐趣 加用车 即使而已 我对它这个7分 你认为是低分 我认为是高分了 我也认得你的观点 事实上这个车 大家把它推得太神 太神 实际上的话 这7分的3分的 就是这个车 给到你买以后的落差 这是大家心里没有想的这一点 不过 总体来言 年轻人可以选一部 这个让自己高兴的车 这个是市场的福音 多一点这种车是好事情 是 好车 但它手动挡 没有一个低配 我觉得又是一个扣分点 它的低配是占三箱的 有 不信就打就行了 它什么都要出 一会儿 一买什么车都让人家出低 还要手动振动 那一本人还说 手动振动 一个手动振动 最新买什么新车 最新买什么新车 就自己是吧 我们自己买是吧 好 来 这句话 每个最深埋 每一切 每一切 打人吗 亲爱的 打人吗 最新买 告诉大家 我们大家现在是没有主编的 最高选评都是KOL 除了KOL以外 也没有人会做PPT 所以这个排版是这么烂的 一个正常的编辑 要水不说 最想买什么新车 肯定写错字 最新 肯定是想写错字 最想 哦 可能因为我们去年都买了破烂旧车 所以就要两个新车 OK POPP6 OK 来来来 你先 YP 我已经买了 所以 新车 我已经买了新车 杜卡迪啊 哎 哈哈 对 看你厉害你 你厉害你 剪掉 哎 有个笛字在后面的 对 哦 你压笛啊 你压笛 反正已经买了 奥笛 年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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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不是年后再说 这个开年之后再说 对 雷雷 没收钱买走了我 你都买了吗 但是这个不是最想买 是已经出手买了 是 最想买 今天可能我就清心寡欲了 都已经没什么 是吧 就看一下下半年有什么好车咯 反正今年先跳过吧 如果我的话 我暂时还没想到 但是 要买新车 一定是买电车 但是暂时 试了一天 对汽油车 有暂时新车 没有任何感觉 我同意啊 三更说法 如果再买新车的话 大概率也是个 电动车 我最想最想买一下 有应该是 iX 宝马的iX 超好喜欢这个车 perfect OK 我的ID3什么时候来啊 来了你不买 ID4 你会用LiftFact 说一定要手动打 那就不要买 手动打ID4 你过分点啦 他就这么过分 他就有点心 健康侠 我有个手动打的库里兰 我一定买 对对 就是没错 我说手摇窗 手动打 50年前了 他有没有 是吧 你没 说不定你跟老师 老师还是下第一单 会帮你做的 哇 整个 还有防滚架的 诶 选择的超无法乱 我们再用一个好笑 来结束今天的讨论 好吧 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 新年进步 来年天天见